我們會檢討 其實很多面向很多問題 有一些大的問題 有一些細節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都會 事後再來做檢討 我想不怪別人 我們只怪自己 感謝您 感謝我們鄉親一大 這麼久以前的時間 我們的社員有更大聲的 我們也要深刻的檢討 我們也要深刻的檢討 應該是這樣子很平靜 就是說 盛選人也要卸票 敗選人也要卸票 所以這只是一個態度 我想我們一樣 我們最感謝的是所有 支持我們的人 也感謝不支持的人 因為我們也要深刻的檢討 那瞭解原因 那再調整自己的角度 應該是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就是說很平淡 因為這個選舉是一時的 那服務才是持久的 那我們基本上也不會說 因為這樣子就沒有服務 或者怎麼樣 因為還是一樣 每天都有新的開始 那所以我想 其實我們是一樣 跟我們的團隊 那我們一樣就是說 要實時跟地方 跟鄉親 我們一樣 做一樣的連結 那也感謝所有支持者 所有的鄉親你們的關係 不會啦 服務不會中斷啦 但人跟人之間 是有感情的動物 不會說因為一時的挫敗 然後就放棄自己 放逐自己 我們不會這樣子 以前都這樣子 就是選完 我們昨天就卸票 那因為趁著六日 就是教練 那也不要太麻煩人家 那這也是一個誠意的表現 那我們會檢討 這個會檢討 那其實很多面向 很多問題啦 有一些大的問題 有一些細節 那其實這個都是我們都會 事後再來做檢討 那我想 不怪別人 我們只怪自己 那就是 這個是選舉的結果 也產生了一個 就是說 等於說這是一個 社會的態度 那我們 既然這樣子的話 只是說自己會比較 自己啦 我自己 對我個人啦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個人去 就是說這次的選舉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我當然 我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地方需要 我能如何再加強 或者說我哪里做得不好 哪里做得不夠 這些東西我們都會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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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在做檢討 那檢討之後 那再來改進 那再來提升自己 好 好